成名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没有觉得自己有成名 很难没有感觉 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成名 怎会 由小时走到现在十多年 然后我都知道自己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而现在这个位置我认为 只是一个真真正正有人 这一两年真的有人认识 岑嘉琪是一个演员 然后真的进入了一个行业 我自己会觉得差不多 其实是 你刚才说得很对 如果把目标要做明星的话 那机会当然是很未有 所以我真的要看那个分别 你会说不,原来我本身是想做 做减雷啡就算了 到现在我是沿途山加拉的男主角 那当然那个分别很大 但如果我说不,原来我的心态是 我很有野心啊 我的目标是我要成为周星驰 那你当然会觉得 那我有解未到 你明白吗 那样东西其实是要看 我经验了些什么 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去到哪里 还有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有九成的小孩子的梦想 都是拍戏的啦 做演员的啦 因为我们接触得最多就是看电视 看电影 你问个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唱歌的 有不同的 但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的说法是 可能是想做明清 想做明人 那样东西就真的难很多了 因为我一定以为 一百个都未必有一个 也未必有一个 但你说做演员又不一样 如果你的梦想是想做演员 其实不是那么严不可及而已 其实是可以的 真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你简单地说 其实你去做一些 临时演员公司的临时演员 其实都已经可以在那里累积经验了 参加一些业余剧团 你在那里可以获得演出经验 获得演出机会 然后你更好一点自己的表现 有人看到的 那你总会慢慢慢慢 由临时演员凸弱 由凸弱去做一个小的角色 再慢慢慢慢走 我的经历真的不太一帆通顺 我不是要告诉别人 我走得很辛苦 我觉得那些事情 其实一点也不辛苦 因为要辛苦的 大有人在 要崎嶇的 大把是比我更崎嶇 现在我是真真正正地 做一个演员 然后我可以将演员成为我的事业 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现在和我一起做一次的意义 我可以做一次 所以我会没有用气 我可以做一次的手